好的 欢迎回到拳皇15的对战解说视频 同样依旧感谢威力王提供的素材 威力王这个标名字非常的有特色 日本HISA M认可的顶级选手 这个就让我想起的威力王在我们街霸圈经常会说的话 哪个哪个特别厉害 什么什么招特别特别狠 不是我说的 是某某某大神说的 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会比较有说服力 比较权威 引经据点 旁针薄影 这样就显得他非常的客观 而不是他的主观论举 来了 这会儿有个新面孔 瓦尼莎 温尼莎 这个角色的话在拳皇15也是挺强的 首先他的一个轻功之地性能非常的好 停顿的时间很长 距离很远 而且可以接上一个特殊剂做一下确认 后续的压制能力也会非常的强 尤其是在墙角的一些进攻 这个角色的一个能力会彰显得非常优秀 不过幻影未落 现在HISA这边就没有展现过他的一个角色优势 小孩比较擅长打这个 是不是 最后选择用空中的飞燃直接磨掉了 那人没了 这个角色 我觉得下一局应该是有表现一下的机会了 主要是因为小孩这个选手啊 我告诉你们 他真的是天赋异禀 同样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主要出新的 但他同样是新手起步开始 小孩一天就已经达成精通了 尤其是拳皇系列 其他游戏我也不谈了 对吧 像结霸 小孩刚第一周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没人打得过他了 这种天赋真的宣布不来 但后来的话也是有很多人后来居上 其实拳皇系列也是 但其实在游戏的上手之初 小孩的这个天赋说真的太过于明显了 就他这种优势 对吧 他所需要花上去学习的时间就是比别人短 怎么办 你气不过 没有用 对不对 好了 我只能说很庆幸 这样子一个天才选手是身在我们中国的 真的强 对吧 好了 那现在小孩这边 看起来血量还是领先的 问题不大 吃对手一套连段就吃就吃吧 能多耗对手一点资源的话 问题也不是很大 对手一个特瑞能够让他少拿一个气 就少拿一个气 这个是最合适的 特瑞气转换伤害能力太强了 我现在上来就直接穿二了 接下来就是要表演穿三的时刻了 穿三的话难度还是挺高的 毕竟人家M认可的顶级选手好吧 威力王说的 不是我说的 威力王说M认可的 这个到底是谁说谁的 好 那现在特瑞这边手上是有一个四气 但他真要转化伤害的话 后面还有两个角色 所以他现在的话只能省着用 打到对手就不省了 直接来了 那应该是要准备打顶点了吗 没有 选择是一个生龙收尾 生龙收尾我觉得不如借个能量喷拳 帅帅的 对吧 而且也不好奇 不一会是 飞烟命中 现在最后的一个血量直跳 跳第一带走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稳赢了 也不好说 不好说 特瑞这种角色你讲得清楚了 讲不清楚的呀 他很有可能一波直接把你给穿掉的 这种我见多了 来了 小孩的二发 德洛丽丝 妮媚 上来按兵不动 先观察一下你 看看你会不会发波 对吧 你要是真想拉远的发波 我一个跳cd过来就可以压了 这边是有头到一下 直接指定头中了呀 这个真的太容易破防了 小孩这边还不连 这里又被两下点中连招失误了 m认可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威力网说的 威力网说是m说的 这里跳敌 强奔空了 强奔空可以压一下 小孩再拼一个香杀 把对手的一个压制给解掉了 其实我们不要看似一个香杀 其实是小孩赚的 对吧 能够摆脱对手的一个空中连续压制 那肯定是最好的 你一定要想点办法 你不可能说让对手一直这样踢过来的 这里直接爆vc了 小孩应该是要准备带一个顶点 顶点带上游戏结束 接下来就看 妮媚的这个顶点动画表演了 好吧 哈 我觉得我学的还是挺像的 好 那接下来就到第二局 又到了瓦尼莎上场的时间 瓦尼莎这个角色来了 有智慧表演一波 不过没有气 没有气的话还得继续压 来到墙角了 EX勾圈上天 来吧 这一波连段很标准 打完一个机箱拳以后可以卡一下针 做一下压制 跳CD连续两下 先压一下你的防御槽 防御槽其实现在还挺难压完 还要至少踢六七八个跳CD 一般对手也不会让你这样无脑踢下去 就压不完 小孩这里又进攻机会了 下来延迟一拍下逼 点一下对手乱动 这里逆向命中了 小孩子也没反应过来 给了对手一个低头丢到板边 但起身又被对手抢头 全皇十五的一个抢头速度非常非常快 他的一个投机发动速度的话 应该是比轻攻击还要快的 如果你想从地面去压制对手起身的话 是很有可能会被对手抢到头的 而且这个头如果出不来 它是一个重攻击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骗对手头 你还不能用跳 如果那一下你跳的话 你会发现它起身是按了一个重攻击 就可以把你的一个跳给打下来 所以压制的话还得提前跳 所以压制的时候还得考虑一点 是不是要留开一点距离 防对手起身抢头 这机枪打完以后 小孩这边是直接跳出来了 这机枪其实不太适合作为板边的压制去用的 对手防住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利的 不利的话小孩这里就有一个主动权 我可以直接选择起跳 或者前跑抢一个招 对吧 所有的东西现有小孩这里说的算 对手就会相对比较被动 他需要观察一下小孩这边怎么来做这个选择 来了 双方先打一个立回战 小孩这边只有一气 对手的伤害这边会相对高那么一些 下B点中 不过这一下没有连起来 要是点得快点的话 这个6A就可以跟连断了 拼到相杀 调皮下来以后走一下逆向 来这一下被命中以后先得吃上一套 看一下这边是准备怎么交气 EX打完以后直接就交半格气算了 这里应该是可以斩了 斩的话就不会再省了 这里省就不太合适了 接个大招 差一点 这里先出个指令头 哇 这指令头收招太快了 说真的 虽然发动不快 但收招是真的快 这东西你AB第一时间滚掉了对手的一个头 结果呢发现啊 这个对手的收招很快 你落地了还是要被打 你那个回避结束的时间满对吧 依旧挨打 好 那现在小孩的特瑞上了 气狠足 上来先想给对手一个头 升龙对空 这里想CD摸个奖没摸中 特瑞在这一桌当中的一个战地也很强 远距离的一个牵制级当中 属于属一属二性能 调底下来先打一个消耗 CD这里摸大奖摸中了 那接下来直接啪哇掐以后接一套大的 看一下接下来还是跳低 继续压 对手不给动不给动 又一个发波打中一个乱动 如果不打中乱动的话 对手也吃不下这一下 他要么在这个点上面愿意去浇气 或者直接凹一个顶点 直接凹出去 有可能可以翻 但其余的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他不浇气他就必须死在这里了 诶这里失误了 小孩只能摸鼻子了 刚才那个升龙 确实拳荒失误他里面比较容易串 就你那个方向剑没有回到中的话 是会很容易出到这个升龙的 我就经常会出 这里走一个中段 小孩这个中段是真的喜欢 我之前看他比赛的时候 这个中段一场可以用个十七八次 来两下笔点中以后 这边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了 接下来接一个果立城 喷一手 两波都是顶点超杀角色 好了 那今天一份的结束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